发生怀疑叛变的军营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大城市 雅伦西亚附近 国民警为军形容的一场恐怖袭击已经平息 外电就引述有居民说当地已经实施宵禁 军方的戒备也都见到升级 直升机、坦克、装甲车等等都出动在一带巡落 但也都有不少居民继续上街高叫自由等的口号 并且据报试图游行前往军营 报道说有反政府示威者放火焚烧路障 国民警为军事放催泪气体驱散 报道引述居民说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听到多下枪声 总统马杜罗说有大约20名穿上军服的平民 以及一名军阶至中卫的逃兵袭击军营 两名袭击者被击毙一人受伤七个人被捕 包括那一名的中卫 社交网站就流传一段影片 看到一群穿着军服的男子宣称要对抗马杜罗暴政 发言的领袖 外电就说他是国民警卫军的前军官 在2014年被割职 总统马杜罗发表电视讲话 强调施集的只是雇佣兵平民 会追捕在途的十几人 他又祝贺军方挫败今次袭击 委内瑞拉的反政府浪潮已经持续至少四个月 造成过百人死亡 二千人受伤 五百人被拘留 首都加拉加斯的部分市面 直至到星期日都还见到零星冲突 全国军队就继续加强控制市面秩序 有分析认为马杜罗虽然否认有士兵叛变 而军队整体仍然效忠政府 但是全国经济到现在仍然没有气息 难保持续的通胀当影响至到士兵的家人那时 军心还能不能够仍然稳定下去 香港电台记者邝泽英报道